謝謝主席喔 有請廖院長 有請廖院長 院長早安 高委員早 你好 那我想就是本期今天準備的內容呢 因為昨天晚上我們有這個記者會的部分已經發布之後 其實網路上面有蠻多的討論 所以今天的話可能還是我們要先從這個新冠病毒快篩 這一個民眾最關心的議題開始下手 那首先的話呢還是要先把一些 因為我昨天晚上其實在網路上面做了一些輿情的檢測 那看到有一些民眾其實對於這個 中延院的這個快篩的部分呢 其實有了蠻多的疑問有提出來 當然廣大的這個輿情都是非常正向的 這邊要謝謝中延院團隊的努力 但是還是有少部分的民眾可能他比較偏向公衛的專業 所以他們有提出一些疑問 那我相信這個部分也是院長跟團隊的專業 也在這邊救教育院長 好首先第一個呢 剛剛我其實有聽到院長在回答委員前面的問題的時候 有提到說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快篩是 目標是朝向以基層診所來做這個篩檢的部分 好那可是呢其實我自己在研究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像包含深測會的翁啟會的這個部分 翁啟會的部分 他其實在2月初的時候就有提到說 這個快篩呢他其實在過程當中呢 這個檢體的處理如果不剩的話 容易會污染到整個檢驗所或者是這個研究室 所以在病毒感染細胞的實驗或者是病毒標的物的這些活性抑制的實驗呢 其實他認為快篩還是應該要在我們的三級生物安全等級的防護實驗室來進行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就會是我心裡面一個很大的疑惑 就是說快篩如果我們今天要限制在可能15到20分鐘內 要能夠完成的話 如果我們今天要把這個這個實驗室的等級拉到P3 我相信所有的這些基層診所都沒有辦法做快篩 這個部分不知道院長可不可以幫我回答這個疑惑 好我想這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我想假如是在已經確診的病人的檢體 那當然你要在P3實驗室 所以我想您講的是在實驗室研發的階段 那當然是要在P3 因為您知道說這個檢體100%是有含病毒的 那就要全副武裝在P3實驗室裡面進行 那除此之外我們希望說將來我們真的應用是 當然是除了這個最早期到中期到到後期我們都可以應用之外 可能其中一個相當好的應用就是在沒有完沒有完全確診 譬如說某一位病患咳嗽發燒 但是好像是感冒好像昨天晚上這個沒睡好等等的 到醫院診所去做一個問診 那診所呢當然不可能把所有這個可疑的病患全部送到這個三級醫院去做這個很仔細的檢查 所以他可以先用這個快篩 假如確診的假如是症的話 再送到這個醫院去做篩選 是但是我剛剛所提到不好意思院長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是說這些檢驗的檢體 這些檢驗的檢體呢 他因為是從呼吸道採檢 他可能是透過飛沫傳染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把這些檢體 在對這個做快篩的這個病毒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實驗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產生污染的問題 這個我相信可能是先前包含上升車會的溫會長他都有提到的部分 當然這部分當然是要在P3實驗室做 假如我們有懷疑有確定說這個檢體是帶有病原的話 那當然我們要在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我們在基層診所的時候 可能就要先區分所謂的高風險病患跟低風險病患在做這個快篩嗎 這部分呢我們要等公衛的學者來一起來討論看怎麼樣應用 我們是提供這樣的一個工具 將來怎麼應用 還要看說這個病情的發展 因為到目前人家還不知道說在什麼狀況之下 會病毒會產生這樣的抗原 我們能夠整這個整測到 是在早期或是中期或是末期或是都有 那去怎麼樣的檢體檢體的量等等的 這些都還是未知 所以這附近 我想這個可能就是 因為昨天其實在這個記者會完之後 會有很多的一些民眾 他可能比較偏向公衛或醫學的背景 他們其實在網路上就有一些廣泛的討論 那我相信院長可能之後 因為我們記者會已經公佈了 其實廣大民眾都開始對這個產生關注 那可能院長在這些問題上面 就要開始去對外界做一些說明 因為包含像我們知道的 甚至是二級的這個實驗室 可能在全國也只有288間 所以如果說我們未來這些檢體要做快篩的時候 還必須要送回到我們這些實驗室的話 可能那個時間上就會超過15分鐘之久 所以這個絕對是可能大家對於快篩的定義 可能就會有一點預期的心理很高 可是實際上可能沒有這麼 對大家來講沒有這麼的快篩啦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當然我們講到說 用抗體來檢測病毒的某個蛋白質 它可以確實比我們在講的realtime的PCR 這個目前的這個篩檢的部分 它其實是可以確實加速 但是呢它因為少了那個病毒 特異經驗的那個片段的增加 所以可能今天在這個用抗體檢測病毒的時候 某個蛋白質的時候 它會造成說我們今天的這個偽陰性的這個部分過高 也就是它其實 就false negative它並沒有辦法被偵測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不知道院長 事後面會再去做很多的一些 因為就像你講確診人數也不多嘛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樣解決 每一個檢測方式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那是我們用不同的檢測方式來互相彌補 這個其他方式的不足 所以我們這個用抗體來偵測病毒抗原的這個方式 當然有它的缺點 這個譬如說這個在談的檢體裡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這樣的病毒 這樣的抗原 那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才找得到 是病出發之前是有症狀還是沒有症狀 這些東西我們都完全未知 所以這些都需要再慢慢驗證 不是說我們今天這個找到一個抗體 將來這個全部都可以解決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找到抗體才能往下走下去 對所以本習在這邊只是提醒院長 他說昨天的記者會讓大家對中研院有了非常正向跟高度的期待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有很多的民眾 會期待這個部分能夠加速跟進行 對於我們在做這些醫療生物的實驗的過程 所需要耗費的一些研發的時間 對民眾來講他們也會相當的焦慮 所以這個當然只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也很感謝大家團隊願意來投入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訊息的部分 其實目前在網路上有蠻多的假消息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對比於2020的這個總統大選 其實假消息的部分甚至還超過了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2020大選的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我上個星期其實也就叫過科技部的陳良基部長 那陳良基部長呢 其實他有提到說他們在右邊各位看到工程師的這邊 他其實有一個訊息科技主題式的計畫 那包含假訊息的變造的偵測來源的追蹤等等 但是這個計畫呢就是部長很遺憾的告訴我說 要8月1號才開始可以開始進行 因為學界學校8月1號才開學 那我看到中研院其實在打擊假消息這部分呢 其實也有一些相關的計畫 包含說文章的生成履歷啦文章的一些判讀 那不知道說中研院在這一塊是不是也能夠 來投入到我們在疫情的假消息的防治這個部分 能夠幫助我們全台灣的民眾 可以在假消息的技術的這個部分呢 能夠有一些反制的技術 好謝謝這部分中研院事實上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我們請這個黃燕南主任跟廖宏妍所長來解釋 我們請主任跟所長謝謝 主任好 我們有幾個大計畫正在進行 那包括就是那個科發經經有給我們一個計畫 目前就是有結合中研院我們智雙中心的資訊所 還有台大台科大還有交大鎮大等一些老師 我們主要的就是這個計畫主要是針對所謂的內容農場 然後我們會知道說大概一個文章出現的時候 可能來自哪一個農場 那從這個農場過去的一些的歷史 還有它的語意分析 還有它的這個用人工智慧來判斷這個標題是不是有爽動性 然後我們是給這個所謂要檢索的人 去了解這個內容的可能的真實性 我們不會判斷說它一定是真實或不真實 但是至少會給它一個分數 所以從這個分數我們再讓這個讀者能夠來決定說 是不是要把這個訊息散發出去 是 那我想請教 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有包含政大等等的學校老師 那你們不會有開學的問題嗎 那個老開學我們是研究所以我們都是在 就是一直都有在進行的研究 那剛剛有提到的比較偏向是自然語言處理相關的技術 如何運用在所謂文字的假消息 那包含像圖片的假消息或者是影片假消息 甚至是未來可能有那種deepfake 就直接比如說把廖院長的頭直接劈過 劈成一個影片然後跟大家講說 台灣已經有什麼樣什麼樣很了不起的一些發展 這些都是屬於假消息 那不知道就是這邊會不會有一些相關的技術反制 我們比如說常常會有一些假消息是把 過去的照片貼現在的時間 比如說相較什麼過剩這種問題 那我們當然會比對過去的那些照片 然後再比對那個文章裡面的一些用語 當然我們可以判斷一些它的文章的真實性 所以從圖片還是可以判斷 那當然現在很多AI的技術會做一些假的訊息 我們也是用各式的技術來判斷它的真實性 一樣是給讀者一個分數 讓他們自己決定要怎麼處理這樣 那這部分是否需要一些人工的標記 比如說我們可能需要有事實查核中心來做標記等等 需要標記沒錯 好謝謝謝謝 謝謝院長謝謝所長謝謝主任 謝謝主席 好非常謝謝高宏安委員 謝謝廖院長 繼續我們請吳立華委員直訊